大家好 欢迎收看佳佳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演员乐东人设崩了 企业信息隐瞒 近两月 名下多家公司被列为经营异常名单 新剧也被官方去掉水印 2021年 娱乐圈有点不太平 因为最近张恒报了郑爽1.6亿片酬的猛料 其中的红利纠葛复杂交错 这也让娱乐圈其他明星们人人自危 近日 网上有消息爆料 多家明星工作室接连注销了 其中有魏大勋 邓超 唐嫣 沈腾等多位明星艺人 本人工作室都已经成注销状态 这一接二连三的操作不禁让人怀疑 娱乐圈这是要变天了 而其中 老干部乐东这篇的动作就更多了 有网友发现 乐东近两个月注销或连续退出了多家公司 早在二月份的时候 乐东持股40%的北京天润风和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显示情况是注销状态 而这家公司的其他投股人 分别是温暖的味道 电视剧的演员 制片人和导演 而乐东名下的另一家公司 浙江三同六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也进行了注销清算 其中同样还有温情味道的导演李云亮 除此之外 从二月份到现在 乐东已经连续退出了六家公司 注销清算了两家公司 即将播出的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 之前在官方发出的海报中 还能明显看到出品方有浙江贤军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这也是乐东前不久刚刚退出的公司之一 因此 这部剧刚拍的时候 有人质疑乐东是代资尽足 不过在官方新发出来的剧照中 出品方已经完全找不到浙江贤军影视的踪影 不免让人猜测 这两件事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而乐东的两部带播剧《温暖的味道》和《人民的财产》 此前都有传言表示 本该在三月开播 《温暖的味道》是一部农村扶贫剧 三月就有消息爆出即将登陆央视 不过至今未见踪影 而日前也早有消息传出 号称投资4亿的《人民的财产》更名为突围 并且删减了十多集 原定三月中旬上星播出 不过之后也一直没有定档开播的消息 拖延至今又传出乐东这一连串的动作 不禁让人怀疑 这两部电视剧未能如期播出 是否与乐东注销公司有关 不少网友猜想 乐东这下摊上大事了 而且乐东注销公司的消息一出 很多网友也是抱着吃瓜看戏的态度 并且非常希望有关部门好好研查 乐东翻车的情况也不止一两次了 很多人都猜测其中可能有大文章 乐东以前一直都是老干部形象比较正面 不过近几年却频频翻车 尤其是诺贝尔数学奖的迷惑发言 人设形象颠覆 而且还被曝出 乐东有好几百万名表 每个表都价值一套豪宅的程度 不得不说 看起来平时也算很低调的乐东 竟然有如此的身家 当然放在娱乐圈中 乐东或许都还不算是最厉害的那一个 从郑爽的天价片酬被曝光之后 不仅引起了舆论喧哗 然而连官媒都点名批评 阴阳合同 天价片酬 偷税漏税等这些问题 在娱乐圈似乎已经是普遍现象 这些违法行为的背后是复杂的利益牵扯 背后的水有多深难以想象 而这种畸形的现象 也确实应该好好整顿一下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